怎么来着刚才 对 这刚看到我们这边进入到BP画面就发现 一切就如我们所预想的差不多 已经量了 关于太义之人已经量了 关于太义之人之间是进入到了这边小黑屋 而且GK这场比赛明显知道 这边Hero自己的一个中单位 对袁哥的使用也是很有针对性的 所以袁哥也被搬 那这样的话现在花木兰都是常规进入到这边英雄选位的 是的 好的 我们这边已经进入到了第一轮的选人 蓝色方是Hero 红色方是GK 对 双方从前两组的班位上来看 这从第一局就要刺刀进红的去拼一波了 而且双方的班位并不是主导于版本的 而是直接主导于选手的英雄池 是的 这肯定是练过的 之前有看过咱们录像的 而且大枪打野一旦在拿到了裴琴虎之后 会不会在二三选位当中把鬼谷子这个点拿下 也考验了一下Hero他们在前期决策的一个信心了 GK这边是要打四保一了吗 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GK在自己搬掉一手袁哥之后 现在太直人家袁哥的这套人海战术是打不起来的 所以如果老老实实打一个四保一没有问题 这样就要要求他们在第三组选位当中 必须要拿到一手射手了 所以看一下Hero这边 如果相对稳一些的话 就是两个边路 把这边的花木兰家家点尾拿到 但如果要说打这种前期节奏的话 可以考虑拿鬼谷子 但如果说你不拿鬼谷子的话 Hero就要是慢慢跟你去拼中后期的兵线运营了 是的 因为无论你是花木兰也好还是点尾 都可以在对线当中给予对手一定的威胁 而且可以预见到的是 当这边GK被迫选出打野之后 老夫子很难成为这边GK拿到的一个战士边路了 是的 好的 这边果断的搬掉了爆发 赶架莫叶 赶架莫叶这手直接是被搬掉 那对于现在的Fero来说 明显是要针对一下这边GK的一个战士边路 老夫子是很有可能会进入到搬榜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这边第三组的搬位还是搬掉一手孙殡 孙殡 对 搬掉一手孙殡的话也是为了防止对手的开车 而反观GK在没有确定中路的情况之下 直接按掉你一手张良加上干匠莫叶 但是并不影响像武则天之类英雄能够的一个登场 是的 而且看一下现在Hero这边还有最后一个搬位 现在需要搬的是一个战士边 或者说考虑去搬一个游走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Hero再搬一手游走的话 那他对自己游走位的英雄池就是一个限制了 当然如果要是考虑到我们昨天看到 AG在打GC的比赛的时候 东皇太一这个点还是给我们感觉印象很深的 是的 而且现在东皇也正好还在场上 对 而且如果考虑到这边Hero要是有点尾在的话 你要是真的 GK拿了一手像东皇太一阵的英雄 你点尾很难得到有效的进场机会 果然这边GK是拿掉了鬼骨子 对 GK拿到鬼骨子一下子就打乱了这边Hero他们在前期野斧联动的一个基础 但是我觉得就算是你拿到鬼骨子了 那Hero还可以拿到像牛魔张飞的英雄来进行一波应对 是 而且 反先手能力非常强 对 而且现在Hero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控场 所以说你在拿到牛魔之后的话 我能保证一个团战的前开 就看一下最后这一波中路 看一下中路这边 还是要拿一下中路的 对 法师你还是要拿的吧 必须的 对 尤其你要面对一个杨玉桓的话 我非打一个支援的还是很难受 现在这边就确定是看到底是拿牛魔还是张飞了 是 牛魔跟张飞之间 其实我觉得拿到一个牛魔会好一些 因为Hero在之前打YTG的比赛 唯一的一场败局 就是败在了这边惩戒张飞的身上 所以这场比赛从哪里跌倒 从哪里爬下来 虽然说这个理由成立 但是如果你真的拿张飞的话 赵真是没有团控的 所以还是要拿一手牛魔我会稳一点 是的 那这边就是牛魔拿下来 而且中单拿到嬴政其实就是为了打对线而准备了 我们都知道杨玉桓这个英雄虽然说能够在团战当中给予几方C位一个很好的保护 但是前期的倾线是一个硬伤 而如果我说嬴政能够完成推线之后配合几方的打野游走进行联动 那很容易就将比赛拖入到Hero的一个运营节奏里边 是的 可以看到JK这边最后一手是拿下陈耀金 835的陈耀金了解一下 一个极寒风暴加上一个不死鸟之眼 追着四个人拿 可以的 对 而且其实这一手Hero当时也在想 就是说我在第四组班位的时候 老夫子还有杨玉桓之间可能会选择去搬一个战士边 但是他们可能忽略了JK在之前第二场比赛的 就是陈耀金的一个存在 对 陈耀金的一个发挥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阵容已经全部选择出来了 我觉得Hero这边的话 还是偏重于一个中期 然后打架前期需要发育的一个阵容 因为营阵啊 点围啊 都是需要在前期有自己的一定的一个经济 而且这场比赛Hero非常吃自己的出装顺序了 对于裴琴虎和营阵来说 必须要在前两个大件里边 把这个制裁之刃 或者说是孟烟之家掏出来 来限制陈耀金 要不然的话 你到后期团战 陈耀金一个大招再配合起霸者攻攻之类的回复 你基本上是很难对他造成威胁的 就打得过我会磨刺你 打不过的话 我会直接这个撤去掉 好的 我们这边进入到游戏 蓝色方Hero 蓝色方GK 是的 那也是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那这一组的BO3对于两队来说 其实压力不是很大 因为进入到了我们双败淘汰的赛事 即便输掉了这一组翻战 依然可以掉到败者组当中有冲击冠军的机会 没错 而且保底四强了嘛 是的 这半只脚已经 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我们决赛的门槛了 对吧 咱们就可以这么理解 所以从这张比赛前期的分线上来说 花木兰去兑现一波程咬金 而下阵的方面则是项羽跟点尾之间的一个对拼 看一下这个时间段 直接等到一波联动 项羽一定能交一个回飞 交回飞 够掉了 杨玉环一直能给减速 而且刚才点尾这边已经是把闪现交掉了 所以说你在交出自己下一波一技能减出控场之后 我再跑也是跑不动了 是的 所以刚才这波DK还是拿到了一波非常不错的前期节奏 而且拿到前期节奏之后 项羽会得到一个相对安稳的发育空间 而反观于马可波罗在刚刚这波团战当中是并没有参战的 等于三个人去下路抓人 而马可波罗在发育 并不影响到打野的一个前期路线 是的 所以对于GK来说 这一波其实是一个大转 而反观飞若而言 这一波他们在送出一血之后 裴琴虎这里其实是得到牛魔的保护的 这也是看得出来双方打野策略的不同了 就有牛魔去保护裴琴虎发育 虽然说裴琴虎会在四级之前过得很安全 但是节奏会慢于马可波罗 没错 而且面对于双方的一个战略选择上来看的话 Hero这边他们的一个前期的节奏应该不会太快 是的 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侧重点 还是集中在了12分钟之后的一个后期 中后期 而且除此之外 我们看一下 现在两分钟暴君已经刷新 而且GK这边已经是占到了暴君有力的地形 花木兰这边果断选择下身 但其实我觉得这波Hero是选择以人数的优势来压制到中路和暴君附近去抢这一波野怪资源 但这样反而会放任给这边球晓军一个合理的发育空间 杨宇环这边三技能 对 三技能直接顿入到一个无法选择形态 不过这样下当的话 回骨子处在一个落单的位置 而且刚才嬴政这边大招剑雨交出来 但可惜的是现在牛魔没有道四 只能通过自己二技能的一个击飞来对对手形成控制危险 是的 可以看到这边要对暴君进行波集中了 对 这波的话点尾阵型有一些脱节 就直接来砍这边那个鬼骨子 鬼骨子被砍掉 对 鬼骨子被砍掉之后 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营证完成击杀 而且战场另一侧方面牛魔还在吸收一定的伤害 但是这一波团战的话 还是以GK的一个获胜而告终 是的 因为GK这边只死了鬼骨子 并且拿下了暴君 而且刚才程鸟金利用自己的肉身分割战场 也取得了很有效的效果 一波团战结束之后 经济它是领先到了1400块钱 而且最可怕的是让程鸟金拿到双杀 GK在之前打SQ的比赛当中 就是要靠着程鸟金这边的一个编盒来去改变比赛的 那这边直接开出回血 对 这波开出回血 其实不会有太致命的影响 是的 全某人不知道什么要死 对 而且刚刚我在比赛 刚做到游戏的时候也提到了 就面对有这种程鸟金编合的一套阵容 你必须要保证你的钟也在前两个大件里面 就得把制裁之刃或者梦炎之鸭做出来 哪怕我这两个人里面做出任何一个带重伤的道具 你在团战当中程鸟金都不会打得这么嚣张 可以看到项羽这边知道自己是非常安全的 还绕了一波花木兰后 钻了一波冰线 而且现在项羽在和花木兰换血 不会太吃亏 尤其在有这边二技能战好的一个存在 如果能够配合得起鬼谷子的支援 提升有方技能伤害 那花木兰反而是更容易阵亡 所以这个时候想来包花木兰 但是黑洛这边的反对一直来的不错 杨玉环先手交三技能 直接来排一手自己方的一个号码的血线 刚刚迎正远距离开出了一个大招 是打出了满伤 不过对于一个将近大半选的杨玉环来说 并不能够造成致命危险 是的 这边是杀掉了项羽 对 这波项羽阵亡 现在Hero这边还是在努力地把经济差距拉回来 但是对于Hero而言 他们这场比赛能否打赢 关键点还是能否限制住 程咬金的一个发育节奏 因为包括像现在的一个马可波罗 也好 或者说是现在的杨玉环 他们在团战当中并不能够提到 决定胜死的一个位置 就是说 其实这边他们合规的一些阵容 就是四宝一的阵容的话 他们一会儿的话 如果说正面的打起团战 对于Hero这边来说 他们想要去切到马可波罗 波罗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对 想切到马可波罗 第一是要保证赢政的大招 和一技能能够分割开战场 而且裴行虎在进场之后 能够瞬间秒掉 所以这就给了整个Hero 在进场秒人时候的一个很大的难度 看一下这个位置 直接想来去秒杀秒掉 对面的一框布兰 但是这边没有兵线 所以很难拆塔 但这个神的北深虎进场 等到了一波输出的机会 看一下这个时候 又是营正交易技能 直接把战型分割开来 鬼谷紫衣就能开启 隐士的瞬间 但是还是暴露给了自己的视野 这一波直接又是Hero的反打 对 这波必须要卖 而且刚才这一波 Hero他们想包花木兰战术执行 GK想包这边花木兰 他们战术执行的没有问题 但是上路的兵线 被Hero提前清掉了 对 而且Hero这边支援 也是非常快的 是的 所以刚才这波 Hero的一波反蹲 打出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而且刚才这波裴行虎 其实是有机会扩大战果的 但毕竟裴行虎 加上荣正这两个英雄 他们在留人能力上 其实还是稍显不足的 对吧 你不像 如果我要是中路 再拿一手武则天之类的英雄 我给一个小鸡飞 可能这时候人 就对方英雄 直接是按在原地了 没错 好的 那我们这边比赛 已经是5到6分钟 而且比赛打到目前 黑捷虎终于是有了 自己的核心道具灭视 而且在有了灭视之后 现在在装备的发育上 已经是完全压制了 对手马可波罗将近500块钱 所以从这一波 经济的分配上来看 GK已经有了自己的侧重点 还就是集中在了 这边的一个程咬金上 程咬金现在4000块钱 也是居于全场最高 而且现在程咬金必须要在 极寒风暴之后的 三分钟时间内 把自己的不死鸟时间掏出来 这样他在正面打团上 就具备了更加可怕的骚扰能力 是的 可以看到 现在的暴君已经刷了 没错 暴君刷新 看一下这个时间段 吃了一个寒冰惩戒 这边的话有大招鬼雪 影响不得很大 直接越塔没问题 因为杨玉环刚才在抗塔 配合三技能洗刷掉仇恨 直接杨玉环再交一技能 完成了一波双杀 完成双杀之后 现在马可波罗一直能交一个子 马可波罗这边的话 还在打一个公众 没问题 迎中这个位置回城 看一下这波的话 来了 来了 超过来了 程咬金有大招 转一下 直接转死 漂亮 刚刚程咬金这波 又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抗塔 原顺势就推下下路一塔 没错 这波一旦迎胜被包死的话 现在留给GK的代谢运营 空间是非常大的 而反观Hero而言 他们不但要接受 团战失败的现实 而且要想办法 让花马兰跟培琴虎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边 手死住 这边的一个主宰龙坑位置 现在对于Fero来说的话 就看他们能不能 把时间慢慢地再往后 自己稳住 就是拖到自己的一个强势期了 是的 而且现在Fero还要解决的一个 最大问题就是 点尾找不到一个进场的空间 虽然点尾一个英雄 战装速度很强 像刚刚我们看到 在暴君的那一步 田尾一扛三能够把鬼谷子换掉 但是现在在有了杨玉环的减速 再加鬼谷子 二技能吸的一个存在 是的 而且GK这边 坦度实在是 不容小视的 对 现在GK这边打得就很轻松了 程晓君想来支援团战 就来支援团战 不想支援团战 我们来线 就像我们看到这波 哪怕是上路被干客抓到一波 但是你不影响程晓君 把兵线带到暴君附近 现在直接程晓君 是有一个solo的可能性的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 让这边的鬼谷子 来骚扰一下黑弱的全队 我隐身开视野 就是你们跟到哪里 我就一个隐形OB 我只要知道你们的位置 不是再往暴君处来跑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对的 就是在这边 诶 程晓君这个位置 对 程晓君这个位置 被沉没了一下 有大招 影响不大 而且这一波程晓君 已经有不死鸟之眼了 这是一个最大的伏笔 现在通过不死鸟之眼 我们看到一下子 程晓君的血量 就回复到了将近三分之二 又一次具备了 可以作战的能力 而且再加上这套阵容里边 还有杨玉环 这样的奶妈英雄存在 是的 所以 抬血非常的强 对 所以现在这边 Hero你要是没有这种 重伤类道具 真的很难打 是的 你必须 你肯定要 把让自己的一个 这种拖到场地 切自己的爆发足够的时候 你才能去 跟GK这边 打一个真面的团战 而且现在最可怕的一点是 嬴政手里 是做的标准的 轻件装 有一个痛苦面具 加回场之杖 接下来两本法术 不一定是要合成 网元素杖的方向 进行升级 所以这个时候 GK直接拿下了第二波 的常规暴君 而且其中的红Buff 出来进行一波针对 但是这波 真很漂亮 牛魔这个团战开得不错 但是点尾得到输出环境了 还好赢 一团三技能 在自己的手里 果断奶一口 但是这个时间 又是马可波罗 有没打出伤害 看这一波 陪琴虎来了 看到陪琴虎进场 这边马可波罗 滚的拉开阵型 而且直接鬼谷子 利用二技能 把这边的一个阵型 彻底分割开 现在花木兰想 马可波罗这边 他的一个输出环境 非常的好 而且刚才 鬼谷子开大招 看到花木兰视野 本来是花木兰 绕后的机会 一下子变成了 这边GK反包花木兰 还好这波 蝶尾是赶了回来 及时完成断后支援 现在黑弱 算在上市 全身而去的团战 但是这波依然打亏了 可以看到这边 就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主要还是 刚才那波GK 他们的一个站位 太分散了 而且项羽 是完全没有过来的 他们第一开始 这一波强打的话 是一个四打五的节奏 是 这波强打四打五的 一个节奏 那黑弱在重新整理好 阵型之后 再一次围绕 他们的主宰 进行防守 看一下这个位置 马可波罗直接惩戒 收到这波主宰 收到之后 嬴政一技能 虽然说打出了 远登泡布的伤害 但是现在这边GK的阵型 有些混乱 降雨落单 但是毕竟 自己前排的硬度 则够用 所以刚才点尾 即便是打了一定的输出 但并没有致命威胁 所以现在在知道 你GK拿下了 这波主宰之后 会选择补给 他们要抓这一个空窗区 去拿这一波黑暗暴军 是的 这个位置是发现了牛魔 对 被发现了 而且程咬金刚刚在带线 所以直接支援了过来 感觉这波黑暗暴军要丢 而且这个时间 马可波罗被秒掉 这边马可波罗被秒 那不能打了 对 输出不够了 这一波团战不好说 而且这一波的buff 这边黑暗暴军被拉回来了 拉回来之后 这波GK是可以全身而退的了 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但是这边Hero还是要打 因为现在Hero这边 是有点尾的存在 有点尾在他们打的这边 黑暗暴军速度还是很快 那这边GK肯定是会 把这个黑暴军丢掉了 对 这波必须要放了 因为毕竟自己核心核心不在 而且鬼谷子 这波再拖时间的话 这有些不太合适了 还好等到这边杨玉环的支援 但是 帮忙挡一下 对 现在这边还好 有这边主宰龙帮挡啊 自己家的野怪就是给力啊 是的 其实现在场上局势 有没有发现就是 Hero已经慢慢地把自己 之前的节奏找回来了 因为他们现在知道 面对于GK这样的阵容来说的话 他们一定要找机会抓单 因为你 现在跟他们打一个正面的团战的话 其实是不占优势的 而且刚才这波团战 批评马可波罗的一个走位出色的问题 让花木兰脸贴脸了 其实这是在职业比赛当中 并不算特别常见的一些失误了 因为往往 并不常见的一些镜头了 是的 像GK这个阵容的话 本身来说的话 它本来就是一个四宝一的阵容 没错 而肯定马可波罗 他身边都是会有保护的 所以照理来说 Hero他们这个阵容 花木兰想要切入是挺难的 而且确实来讲 除了程晓晶之外 剩下三个英雄都能够给予 马可波罗一个距离的拉开 然后马可波罗就是大招或二技能 拉开差距之后 我再平A或者一技能 去叠自己的被动 是的 那现在这样看的话 GK还是先稳住一手 可以把自己 跟着这波主宰的兵线再带过去 然后把自己家的资源收拾一下 而且把这一波的资源收拾完之后 现在下落了两波主宰的兵线 Hero必须是要派人来防守的 但是一旦要是Hero派人防守下落 并现在上路这波 程晓晶只要拖住点尾 GK这边就可以派人来包一下了 当然了 这边也很聪明 这个时候鬼谷子直接大招 配合二技能给加速要开车 这个时间段 宇宝这边大招职碰到了四个的同时 而且降雨完成上后 一等这波完成出去之后 现在又是宇宝被打成了苏雪 与此同时又是这边的杨玉环 一个三技能奶活了全部四人 但与此同时 这边鬼谷子二技能想分割战场 还好这波Hero的一个阵型撤退 来得非常的迅速 但不管怎么样 被破掉上路两座防御塔 对于GK来说已是大转 是的 而且这边二塔估计也是不保了 是的 现在鬼谷子下一波大招职能 Fily已经恢复完毕 而且通过这边大招点灯 是看到了花木兰的位置 所以能够判断的出来 Hero这边的大部队 全部都集中在了高地塔下的 塔上的位置 还有十秒复活 对 所以这个时候 知道你人都在高地上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兵线往前压 而不是会选择去 而没有选择在第一时间去带线 当然现在在没有兵线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考虑 迁入新一波野区 把该拿到的Hero家的野区资源 全部控制掉 是的 然后我在考虑 在两个编路做一些文章 因为现在的GK 已经在进行分线了 马可波罗是来到下路进行单代的 那你觉得现在Hero 他们应该怎么样打击好呢 对于现在的Hero而言 他们要利用好营证这个点了 因为营证的倾线能力很强 尤其是在 即便是三个被迫的情况之下 我一个大招接一技能 我也能够处理得了兵线的压力 就只能说是慢慢守 然后去等待GK开团犯错误了 找机会 现在就只能看是谁先出现 团战时候的失误了 然后就 而且他们这边Hero 他们有营证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他们守高地是很容易的 然后现在可以看到主宰 还有40秒才刷新 不过这场比赛 想手起来的话 难度还是非常大 对 GK这边还是可以再逼一波 然后把三路线带过去 然后转头就可以去打主宰 对 所以这个时候来到上路 大军压境直接开一波 刚开这波消耗一下 而且消耗完之后 把上路的一个高地塔血量 磨到只剩一丝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中卡的血量 也会掉了不少 对 现在就看一下 马可波罗有没有机会来点了 因为马可波罗带着红buff 随时可以进行消耗 而且这个时间段 还有10秒钟左右主宰刷新 对于GK来说 他们只要破掉三路当中的任何一路 他们就可以对这门主宰来做文章 现在他们太想破路了 但是这个时候 营证的一个守长优势就发挥了出来 不过现在Hero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两个C位 还是没有做出重伤类的道具 所以程咬金在未来的高地团战当中 仍然有如无人之境一般 能够杀过去 是的 所以 现在真的心血呢 赶紧就是营证 出一个梦炎之牙 都会变得更加好打一点 而且看一下这个时间段 给一个减速 再交这打人的场 吸还好 这边是一个点尾交闪现 往后撤了一下 这就被分割了 对 他们还想上 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机会 而且面对的是一个杨玉环 上路线已经是逼到高地了 对 只要上路线逼到高地之后的话 现在GK就开这拨主宰 而且面对杨玉环中单的这一个体系 你只要秒不到杨玉环 让杨玉环把三技能开出来 那它是一个可以逆转团战的技能 没错 这边GK在16分钟 16分钟的时候拿下了主宰 那这样下来的话 双方精力差是来到了将近5000块钱 而且现在在防御塔的规律上 6比3能够看得出差距 在员工野怪的控制上4比1 GK也是处在碾压的状态 是的 你可以看得出GK 他们这支轻薰队伍 对一个资源的把控力度是非常强的 而且这场比赛 马可波罗明显是要将自己的攻速 叠加到最极限的一个状态了 尤其是在第5大战做出模拟斗篷之后 又出了一个速击之枪 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双面式的打法还是经常出现的 不过这一波看一下下路的兵线 还是要继续前推一下 这一波三路兵线全部都会上得高地 对于Piro这边来说压力会非常地大 而且在兵线优势的情况之下 程晓晶其实是有道理可以去跟团战的 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 终于兵线有力直接来拆 对就是我扛着塔硬拆 你没有中伤 所以我就算没有兵线 我就硬点你都没有问题 漂亮 这一波的话直接两路被破掉 而且有主宰的兵线的存在 刚才这一波鬼谷子 二技能被我看了一手 要不要强大一波 对就看接下来杨毅环跟鬼谷子 二技能跟一个康宝衔接了 只要这波康宝接好的话 这边GK随时可以开团 哇 下路这个主宰也是催掉了下高地 没错啊 鬼谷子这边二技能绝 吸到两人 看一下后排方面的话 直接是赢阵被打成了一个私血 马可波罗伦进场 一个大招打出成分伤害 而且配合暴击有些拼不过 这个时候装备的链压 已经明显的体现出来 配合四波主宰的兵线 要强行一波 那这样的话我们恭喜GK 好了 恭喜GK 赢上了今天BO5的一场比赛 那今天这场比赛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GK拿出了一套洋运环体系 而且在拿到洋运环的同时 程咬金的作用其实是 就是虽然说不会像我们数据看到的这么明显吧 但是它的一个带线牵制 其实是起到了扭转胜负的效果 没错 而且相比之下 我们看到Hero这边的阵容啊 はい